東北國家坦尚尼亞 六號發生了空難 目前已知有十九人死亡 追加聯航的客機 再有包含機組員共四十三人 由於天候不佳 降落時墜入了維多利亞湖 而搶救的工作 持續進行當中 人們集結成拔河隊形 試圖將在維多利亞湖面上 精密航空試試客機拖拉上來 還有漁船開到附近 加入救援的行列 這架編號PW494班機 再有包括一名嬰兒 在內共三十九名乘客 四名機組員 從坦尚尼亞金融中心三郎港 飛往不可 目擊者表示 飛機在能見度不佳的情況下 搖搖晃晃地飛往機場 準備降落但沒有成功 接著墜入湖中 機身大部分在水底下 附近漁民搜救人員射水 將機艙內乘客救出送醫 坦尚尼亞卡蓋拉地區 行政首長查拉米拉表示 兩名飛機駕駛 墜機後倖存下來 在駕駛艙內聯繫上搜救人員 並通報機艙內氧氣供應症逐漸減減少 而當救援抵達 已有人不幸死亡 總統哈山推特貼文表示悲痛 也呼籲在搜救人員持續任務之際 大家保持冷靜 機密航空一九九三年成立 坦尼亞航空擁有部分股權 主要營運國內及地區航班 以及前往塞蘭葛提國家公園 與桑吉巴群島等熱門旅遊地點的 私人包機服務 公視新聞黃玉玲編影 國際仲人對勤組織 輝度 蘭化